美国拉拢沙特 开出三大涉华条件 拜登的阴谋会得逞吗 中东恐再生巨变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沙特阿拉伯是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也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传统盟友 但自从欧乌冲突爆发后 因为种种原因 美沙两国渐行渐远 尤其是中国促成沙裔和解后 沙特与中国越靠越近 拜登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如何重塑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与沙特重归于好 美国想了一个法子 那就是模仿中国的路子 促成沙特和以色列建交 过去三个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在沙特和以色列之间频繁穿梭 就是为了完成此事 在几个月的谋划下 这件事情终于有了美目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已经与沙特就沙以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框架 如果这个协议达成 沙特将承认以色列 而以色列也将对巴勒斯坦做出让步 但有趣的是 在这个沙以建交协议的框架中 却出现了一个与这件事毫不相关的国家 中国 原来在这项关于沙特以色列和美国的三方协议中 美国专门为中国向沙特开出了三个条件 一 沙特要保证不让中国在当地设立军事基地 二 沙特必须限制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研发的技术 三 在对华出口石油的时候 沙特必须保证使用美元 而不是使用人民币来跟中国结算 另外 美国还希望沙特能够增产石油压低油价 从这三个设法条件 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美国促成沙以建交目的并不是为了中东地区的和平 而是为了对付中国 阻止中国与沙特发展外交关系 综合掉中国促成沙以复交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如果沙特答应了美国的条件 并且与以色列建立正强的外交关系 那中东地区恐怕要再次发生巨变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沙特会被美国拉拢吗 坦白说 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一来 美国提出的这些条件太过离谱 几乎是把离间中沙关系的这个意图 写在了脑门上 沙特只要不傻 就不会答应这种影响自身独立自主的条件 更何况 不用华为 难道任由CIA对沙特进行监听吗 不用人民币 难道年年等着被美国收割吗 取利避害是人的天性 美国要沙特放弃利益为自己卖命 未免也太过自信了 二来 沙特也提出了相应的三大要求 承认巴勒斯坦建国以及领土完整 提供全套民用核能技术 并且帮助沙特修建核电站 扩大对沙特武器出口 一旦沙特预袭 美国立即提供支援 这三个条件 美国也不一定会答应 当然 谈判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更改条件的动态过程 谈到后面 沙特肯定会满足美国的一些要求 但一些明显无理的 尤其是涉及到中沙合作的要求 就未必会满足了 再加上中东国家对美国 以色列的天然不信任 美国用沙以建交来打压中国的这个阴谋 大概率不会得逞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